我現在呢 就是身體有點不太舒服 就是我喉嚨有點痛 然後感覺就是肌肉有點痠痛 就很像要發燒前的那種症狀 今天是禮拜二 我是禮拜六的早上的時候 那時候都感覺都ok 但是我禮拜六早上的時候有去就是hiking 然後那一天很冷 我沒有穿就是外套那些的 我就去就是hiking 然後大概一個小時 然後在走就是hiking的時候 我就覺得超冷的 而且我頭很痛 就是那個冷風吹到我頭超痛的 然後禮拜六的晚上呢 我就跟我同事出去吃飯 就是慶祝我生日嘛 然後再晚一點我們就去一家就是launch bar 當然就是很多人在那邊 那anyways 那禮拜天的時候 原本要跟我朋友要去做那個zumba 那因為我們遲到了 所以我們就改去一個farm 一個農場 那個農場就是一個超級霹靂無敵大農場 然後他就是面對糊 所以那天也是超冷 然後我也沒有穿就是足夠的外套 那anyways 所以禮拜一早上起來 因為今天禮拜二了 禮拜一早上起來 我就覺得我猴龍怪怪的 但是我又很怕說會不會是covid 因為呢今天我有一些就是同事 就是那天一起出去慶生的同事 有兩個有call out sick 然後其他同事到就是一起出去的同事呢 其他同事就覺得沒事這樣 所以我不知道我自己現在是covid 還是普通的感冒 然後我早上的時候就在家自己做了 那個home test kit integen kit 然後測出來是negative 就是陰性的 然後我剛剛就是打電話給我們的那個 employee health的電話 然後留了voicemail 所以我希望呢 他們可以趕快來就是打給我 然後schedule一個PCR test 因為我一整天下來就是肌肉痠痛 然後就沒有什麼 就是感覺就是 有點要發燒這樣子嘛 然後我測了home test positive so scary that's really it's really scary and it's happening oh my god 我不知道我現在該怎麼辦欸 我現在 我原本有訂好計畫 就是我要去Boston玩 然後呢 我還要去聖地雅各玩 結果現在都不能去了 都要完全被取消了 而且我 有買那個呢 機票 我的機票不知道能不能退錢回來 oh my god 我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現在只擔心 我不能出去玩 那這樣 那我現在 今天就是千 千方百計的都做好超多 防護措施 結果沒想到 就竟然被 我同事給傳染到了 Damn it 哈囉大家 現在是早上的 5點45分 為什麼我這麼早起來呢 因為我根本就還沒睡 我做完那個居家就是test之後呢 因為是positive 我就傳簡訊給我的那個 Nurse Manager的助理 那我就跟他說有症狀 然後我剛剛就是做了那個test 然後他第一句話就是該死的 然後就說那怎麼辦 明天你有上班 我說對啊 然後我說但是之後 我有很多天的放假 就他就是 至少幸運的就是不用擔心我的假 不用擔心我的班的問題 然後 後來呢 就還順便就是傳簡訊 跟我幾個朋友講 因為我跟他說 我不想要就是害到你 因為原定計畫是 我要先開車到Boston 就是在他住的地方 待一個晚上 然後隔天早上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機場 然後坐飛機到San Diego 然後我現在呢 就在我們家的那個地下室 臨時搭的一個床上 因為就不可以 就是睡同一間吧 因為我也不想要讓他被感染 然後如果他被感染了 他會帶去上班 帶去傳染給同事 這樣就不好 那 我還是戴著口罩啦 就是在家裡行動 因為我不是自己一個人在家 我現在的症狀呢 我剛剛就是 為什麼沒睡 就是因為我很不舒服 然後全身一直發冷 然後我剛剛測的體溫呢 是三十八度 我就吃了那個兩顆Tylenol 然後喉嚨的話呢 是爆痛的 一點點咳嗽 那咳嗽的話是有帶痰的那種 而且是那種深層的 不是那種clear的喔 是那種濃稠 然後黃綠 有沒有形容得很仔細 然後我的那個鼻子 就是有鼻塞 就是一邊鼻塞 然後會就是鼻塞到 你會不知道他在流鼻水的那種鼻塞 所以呢 戴著口罩跟你們聊天 也是不想要讓鼻水外露給你們看到 然後現在呢 就是泡了薑茶 來喝 希望明天呢 再一天 然後 呃 睡了一覺之後就會好很多希望啊 對 然後 因為這十天我就不能出門 然後我有些同事就很好心 就說 欸如果你需要什麼 他可以送來這樣 然後 就很感激他們 那目前家裡的糧食還夠 看看能不能就是趁此 減個肥之類的 好啦 我會 再跟你們 update 怎麼樣喔 我 身體 我倒是不會覺得很累 只是 就覺得很冷 你看看 我穿兩件 超冷的 好 然後現在Yoshi很sweet 她就是 晚上的時候陪在我旁邊睡覺 然後我剛剛就是開燈起來弄茶 她就以為是早上就是早餐時間 所以她現在也起來了 我現在在家還是一樣戴著口罩 因為我一樣就是一直都有咳嗽 然後流鼻水 那因為我們家只有一間廁所 所以我是覺得說如果沒有分開衛浴的話 就是我都會用那個酒精的那個擦拭的紙 然後把什麼把手啊 然後我會接觸到的表面都擦拭一邊 剛剛早上的時候啊 我打電話給employee health 一樣沒有人接 然後我留了語音 然後還是沒有人打電話回來給我 我就覺得 這些人是怎麼樣啊 Anyways 然後我現在就只能就一直待在家 然後狂喝很多的水 還有薑茶 我只能就是祈禱症狀呢 趕快好起來這樣 那今天晚餐呢 我就因為我很喜歡吃蔬菜 然後我剛剛趕快煮了一些蔬菜 然後有外帶的炒飯 耶 然後他就幫我把飯呢 放在樓梯這邊 我就上去拿 就還完全毫無接觸 然後喝了很多的水 我今天喝了大概有超過六瓶這個 瓶裝水 所以呢 這是3L of fluid 因為這一罐是500CC 所以我今天喝了3000CC的水 然後Hand Sanitizer 一整罐 然後配我的電視 Yep 然後我的那個發燒啊 就是一直on and off 我有吃Tylenol 我有吃Tylenol 也就是你們說的那個Scanol 是一樣的藥嘛 我吃了Scanol之後呢 那發燒就退了 然後等到大概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之後 那個藥效過了 發燒就起來了 所以我就吃了Aleaf 那Aleaf是Nsets的另外一個藥 它叫做Aleaf 沒想到這個時候 還可以給你們 講一點藥物的東西 哈哈 好啦然後 一樣喉嚨還是很痛 明天要去做快篩 要去給人家捅鼻子啦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Good How are you? Good My name is Kim I'll be doing your swab for you I can get your name and date of birth I can get your name and date of birth I'll be going into each nostril I'll be going into each nostril I'll be going into each nostril Like that much Oh okay 待機中的15分 Okay Ready Go ahead take your mask down This is really easy 1 2 3 5 7 7 Not too bad 不是太差了 謝謝 你也很歡迎 好 各位好,你們都好 希望我們會覺得更好 謝謝 希望這次放進來 好,大家很高興 謝謝你們 剛剛做完了Test 我現在在等咖啡 這次Test沒有我想像中 就是要捅到整個腦門那種 因为那个刚刚小姐有跟我讲说 这种比较less invasive 就是比较少侵入性 但是我印象中我看到像我同事 他们也是去同一个就是同一个test center 然后他们都是捅超深 而且会弄到你很想要打喷嚏 然后眼泪狂流 就是整个就是捅到后脑那种 然后这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有改吧 I don't know 他只有到就是这样一点点 在这里在鼻孔这边就这么深而已 会不会到最后其实根本就不是COVID 就是只是一般的感冒 但我的COVID居家测试那个是positive 所以应该就是positive没错 大家早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我就想说坐在后院晒晒太阳 不然大家就是都快发霉了 好 那今天算是我有症状的第五天 然后我算是确诊的第三天 因为我昨天不是去做那个同鼻子吗 就是算是一个PCR 就是不是像antigen那种test 那PCR test算是还蛮正确的 anyways然后刚刚就是有接收到就是我PCP办公室其中一位RN就打电话给我 然后就跟我说 诶我只是想要跟你follow up一下 你应该有看到你的裁剪结果是positive这样 然后他就问我一些就是问我说 诶你知识现在症状怎么样啊 然后看一下你的baseline 因为我baseline算是还蛮健康的 那其实在美国这里啊 对轻症COVID治疗的话 其实大部分都是就是在家做症状的治疗 症状的缓解 因为现在还没有药去对于COVID这个东西做了 就是没有药去针对它嘛 所以大部分就是症状缓解 然后他也有跟我讲说 如果你的症状变严重了 然后你开始呼吸困难 或是你胸痛 然后你就是如果你有underline disease 然后还有 呃因为我是fully vaccinated 所以他就说应该症状那些都还算OK 不会算很重症 那我就跟他聊一下 那现在就是这边就是说隔离天数的话 就是要算说你有症状的第一天开始 然后一直到第五天就要在家嘛 然后第六天如果你的症状是有缓解的 而且你24小时之内没有发烧的话 你的第六天隔离 你其实就是可以出门 但是你一定要戴口罩 然后跟人家保持距离 如果说你24小时之内就是都还有发烧的话 呃你就是都不能出门 要一直待到第十天 这个是对于就是有打疫苗的人啦 那没有打疫苗的人的话 他们是建议一定要待到完整的十天 然后确定你没有任何症状才可以出门 呃他刚刚就跟我大概讲了一下这样 然后呃他就问我说我的症状有哪些 那我就跟他讲嘛 然后他就有建议我呃 你有哪一些症状治疗的方法 对那我这边呢就想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因为你知道美国这边就成药很多 然后你在药局啊其实买得到多数的药 除了一些就是管制药以外 你需要厨房签 那其实基本的止痛药 退烧药 然后还有呃喉咙痛的药啊 还有一些呃维他命C那些什么 发泡锭那些都可以买得到 然后现在呢就先跟你们分享 我自己平常吃的维他命呢 你们大概之前有看过我影片的人 应该不陌生 然后我一直都有在吃维他命C 每天都有在吃的 然后还有这个是对于就是头发皮肤 还有指甲有健康的 其实他内容物呢就是 维他命A C D E还有B trim 对就是这一款 这个是在Costco买的 这是我的那个就是supplement 那我还有一个supplement是吃眼睛的 再来是呃这个呢 另外一款这种维他命C的 它是一包一包装 然后它是用泡的 所以呃我昨天就是做完筛检之后 我就有再去药局 就买这个喝的这种泡锭 那你们要注意的是 就是有一些这个泡的啊 它里面是有含Tylenol 有就是台湾的Scanol 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要看说它有没有含药哦 如果它里面有含Tylenol的话 你要看它里面的剂量 所以就是你不能就是 你要把它里面Tylenol剂量算进去 你额外可能会吃Tylenol的剂量 因为你一天不可以超过4000mg of Tylenol 对所以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有一些是只有维他命C 还有呃也是B群 然后B12 还有钙 美 芯 呃 Potassium也有 那这些呢 这款就是纯粹就是supplement 没有含Tylenol的对 那有一些是有含的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然后对于药的部分的话 我自己家里成药就是有Tylenol 然后Tylenol它有分Extra Strength 还有Regular Strength 呃 Extra Strength就是500mg per tablet 呃 Regular Strength就是325mg的 呃 Tablet 所以你要看一下不同的呃 Strength有不同的剂量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Aleaf Aleaf就是 呃 Unset的一种 然后你也可以买Ibuprofen啊 就是看自己个人的喜好 然后还有一个家里必备的就是Benadryl 呃 它就是 算是抗过敏的嘛 呃 或像一些什么 你有Running Nose 或是 呃 Watery Eyes 就是一些季节性过敏 然后对于你的过敏症状的一个治疗 就是Benadryl 像我 前天 就是没有办法睡觉 所以我就吃了一颗Benadryl 然后我就 因为那个症状 因为那个鼻塞真的很难受 所以我就吃了一颗Benadryl 就比较好睡 就是家里会必备的药 不一定我每天都会吃 我不是每天都会吃药的人 就是 如果我真的生病了 我就会吃这样 然后我昨天还有去买这个Mucinex 那Mucinex呢 它是对于你咳嗽 然后你有很多痰疫的 你就可以吃这个Mucinex 就是 again 症状治疗 好 再来一个就是 因为我听到 很多我身边的人 得Covid的人都说 他们一开始的症状都是 喉咙痒痒的 然后再来就是喉咙很痛 那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Sepico 这个呢在药局也很常见 然后它有很多口味 然后它这个是蜂蜜柠檬 然后它还有什么蓝莓的啊 那这个Sepico它主要作用呢 它里面是有Benzocan 就是像Litocan 就是你知道就是局部麻醉的东西 然后它也有薄荷 所以它是就是都是微量的 这些东西 所以它可以对于你的 喉咙痛啊 或者嘴巴不舒服 都会有一些缓解的功能 它吃起来就像糖果一样啊 对 然后现在呢 我今天喉咙痛的症状呢 比较缓解了 没有像昨天超痛的 然后鼻塞的话 你们应该也听得出来 我的生意蛮明显的 我是没有流鼻水 没有发烧了 喉咙痛是真的 好非常多 我自己有就狂泡那个姜茶 所以就也有 也有一些帮助啊 我之前有讲说 我原本要去Boston找我朋友 然后我们再一起去San Diego嘛 结果我朋友也得了COVID 所以他现在也是居家隔离 所以我们就 他也不能去 因为我原本跟他讲说就是 虽然我不能去 但是你还是可以去找 就是我们的共同朋友在San Diego的 食欲的话 我还是有吃东西啊什么的 就是 你知道昨天啊 超好笑的 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因为鼻塞 所以就 感觉不到那个味觉 还是 因为COVID 然后丧失味觉 我就有点怕说是因为COVID 丧失味觉 所以这样我就没办法吃好吃的东西啊 而且如果 那个丧失味觉的功能回不来怎么办 所以呢 我昨天就用了 因为我们家有那个 苹果醋 然后我就 倒了一些苹果醋之后 然后再加一点水稀释 那个是一定要加水稀释的 不可以直接喝的 因为那你如果直接喝 会整个伤害到你的那个黏膜 那anyways 我就加一点水稀释之后 我就喝下去是爆酸的 然后我就赶快传简讯 跟我同事说 就是 sour for sure 然后我们就大笑 就还好 是因为 就是鼻塞的关系 还好我没有丧失味觉 不然我会整个超难过的 没办法吃东西 那 因为我 就是喉咙很痛的关系 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要喝 汤汤水水的 然后 你知道这就是文化的不同 像我同事啊 他也是有喉咙痛 他就是没有喝汤汤水水 他就是狂吃那个 popsicle 就是 冰棒 冰淇淋 因为冰冰的会很舒服 但是我们的观念就是 你生病 你就是要吃热的嘛 温的才会好得快啊 然后怎么会去吃冰的东西 所以 刚刚喔 刚那位rn也是跟我聊 他就是讲说 你可以吃popsicle啊 ice cream什么的 然后我没有反驳他 我就说OK 因为我刚好这段期间有嫁 所以 就也 你知道闲着没事 然后就待在家 那最开心的可能就是这两只 Goku跟Yoshi 应该就是最开心了 哈哈 因为他们就想说 奇怪 妈咪怎么每天都在家啦 现在 哈哈 对 他们两只非常的开心 因为可以一直在后院闲晃 然后我知道现在台湾 疫情变得很严重 然后医护人员就是压力也爆大了 我就觉得 大家 真的没事不要去急诊啦 大家就是多一点同理心 然后多一点包容 对彼此 好一点 就是你没有必要 对别人很不友善 就是真的没有必要啊 就是 大家都不认识彼此 然后也没有对你 做什么事情得罪你 就是没有必要对人家不友善 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因为疫情 然后整个就改变了很多 然后 到最后一定就是 我觉得啦 我自己觉得 就是可能90%的人都会得到 然后 这个世界就这样继续下去 所以就 真的就是会变成说 跟这个病毒 共存 共同生活 陈时中部长 讲的也没有错 就是 就是共存 不然能怎么办 因为你就没办法消灭它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对于 而且他政策一直在改变 我就觉得 政策改变才是对的啊 不然他一直政策没有改 你才觉得很可怕吧 因为他就是不懂得变通 因为这个病毒也一直在变 然后 整个全世界的趋势也一直在变 他当然政策也要跟着变 好的 那我现在呢 先去煮个中餐 然后 看怎样我们晚点聊咯 哇 What are you making? Kanji Is that for me? Yeah Because I'm sick Yep You know it's all for myself actually I don't care about you This is Makiro California Makiro Yum yum 今天的状况就好非常多 还是有咳嗽 而且是转为干咳 就没有什么痰疑那些 但是干咳是 就是现在如果是讲话 讲到一半就很容易 想要咳起来 因为就是很干燥的话 就是会trigger去咳嗽 那现在就是在煮晚餐 然后 他在煮Kanji 就是粥 然后我们是煮 鸡肉的 然后就加了洋葱跟 一些蒜 然后还有姜 那调味料我还没放 不过到时候就会放一些麻油啊 然后一点点盐巴 然后再一点点的酱油 就是清淡为主 然后又好准备 然后又吃起来又暖暖的 就觉得就是对身体还蛮好的 然后也热 就是让身体热起来 喉咙痛是完全没有了 但是我 你们听我的声音应该还是觉得就是 还蛮明显的 呃鼻塞啊 对 流鼻水到还好喔 反正现在就是在干渴就对了 那我之前没有讲说我朋友吗 那我朋友的话他是 我朋友的话他在Boston 然后他现在 他的症状呢 就是比我轻微 他说他目前现在只有一点点咳嗽 然后喉咙痛而已 然后他发烧好像只有发 就是一个晚上而已 就没有像我一样 就是两个晚上 Yup 那我即将快要解禁了 所以我很期待 哈哈哈 因为这几天天气都超好的 然后我就很想要出门 带他们出去 但我没办法出门 我就是待在家 做一些 你知道yard work 然后整理一下花园这样 没有办法出门 Good morning大家 今天可以解禁啰 所以我可以出门了 然后我现在要去一个drop off center 那个地方啊 他就是像我们家 每次扫树叶不是 就是用那个纸袋装树叶 然后很多吗 然后这个你不能 就是每个town 它的规定不一样啦 那我们这边这个town 就是你要把东西载到那个drop off center 那那个drop off center 除了你可以丢落叶之外 他就是有个集中管理的地方 然后你还可以就是丢一些大型家具 然后电器用品 比如说什么冰箱啊 然后冰柜 然后还有电器用品的话 像什么坏掉的微波炉啊 或是你的电脑 就是那种大 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的那种大型的桌上型电脑 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往一般废弃物丢的话呢 就是会在那个集中管理那个地方丢弃 然后还有什么沙发啊 坏掉的椅子桌子那些的 对那所以待会要去那个地方 那树叶的话是不用钱 但是我是大型家具的话 他们好像是说要依他的重量 然后来算钱 但是也不会到很贵吧 Yup 然后去完那个地方之后呢 我要去一个类似像台湾的BMQ 特立屋那种地方 我要去那边买一些 我们花园要用到的东西 对 然后就回家 这样子 这边就是drop off center啦 然后这一区呢 就是丢树叶的 看起来很可怕对不对 但其实这边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很大喔 占地超大 那这一区就是树叶啊 纸张 那个什么大型家具的是在另外一区 我现在呢就是停好车 那后面就是丢树叶的地方 然后我的树叶呢就在这边 所以我就是back up进来 然后打开我的后车厢 就直接往后面丢 就比较方便 看我能丢多高 超乱 我刚刚啊 就买了这些小砖块嘛 就是这样一块块的 这样一块两块这样 然后原本的屋主是用白色的小栅栏 这样弄一圈 但是后来呢 那些栅栏全部都坏掉了 所以我就把它拔起来 然后换这个砖块 结果 绕了一大圈 我还是少了一块 我要回去再买那一块 但是目前这样绕一圈起来 我觉得比白色的那个好看 对 然后 有没有看到这些小的黄花 蒲公英 有够讨厌的 到了夏天啊 整个前院全部都会是蒲公英 很丑 我很不喜欢 我就觉得很想把它拔掉 但是我昨天已经有撒那个药 然后 然后 我们家这棵树就掉很多这种 坚果 果子 有够烦的 讨厌 嗯 就是会破坏整个草皮啊 你看超多 我怎么捡啊 我 我现在来给你们讲一下我刚刚买了什么 就是除了买那个红色的砖块之外啊 我还卖了 这个 就是 这个藏藏的东西 它呢 就是 你可以放花 然后也可以种 就是 有的没的 反正呢 就是一个大的 盆栽的概念啊 然后 然后 这个是土 那土呢 我是来这边之后也才发现说有很多种类 那这种呢 就是 给你们看一下喔 这种土呢 它就是专门给植物 就是吃的 然后 多半是 就是 让就是有这种 真高的这种花圃用的 而不是那种 大范围的花园用的 然后还有一些土呢 是 专门是给 你种花用的 而不是种食物用的 所以 它这个呢 就叫做 Bet Soil 就是 这个 花圃 有真高用 有点类似这种的啦 就是你额外 分出来的 呃 这些 分区域的花圃 然后 还有 买 种子 那这个呢 是 番茄 小番茄 然后 这个呢 是 辣椒 好 我就想说 就种看看 那这次的 COVID 康复 之路 就 谢谢你们陪着我 然后 希望大家都 身体 健康平安 然后 确诊的人呢 就是 症状不会太差 然后 赶快的 恢复 让生活恢复轨道 这样子 好 好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掰